我以前上中央美院的时候喜欢徒步从中央美院放学走路回到我建工门立交桥旁的家 途经有一商店的时候我肯定会进来逛一逛 在我八十年代住在这里的时候我会和我的家人在傍晚的时候溜达去天安门乘凉放风筝看别人放风筝 里面出现了卫星boy小龟还有花花和谢顶人 还有一个从地下通道走上来的是杜雷斯 这些形象都是来自我的一个卡通系列叫做月饼人 花花和谢顶人其实他们的原型是来自我的父母 我爸爸当时已经行动不太方便了 他在传岸街散步的时候会需要我妈妈来搀扶他 这个花花是画的是我妈妈 在传岸街附近令我印象深刻的有我画的黑色奥迪车 他们的玻璃是黑黑的看不见里面经常是不开动但是停在路边 后面的尾气会不断的掉油 长安街边的地下通道的布局一直让我觉得不爽 本来街道就是行人道就不是特别宽 他把地下通道把行人道几乎占了一半还要多 我真正需要过街的人其实没那么多人 还有就是这个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盲人地砖 普通地砖在我记忆中是那种浅粉色 那个配色是我原来认为是特别特别的难看 随着时间推移我觉得它其实能够反映 传岸街的一种真实的状态 写字狼吗 真的 我之前那个上大学的时候 跟黄雨昕约在天安门是我们 我和黄雨昕的家的中心点 我您一个人住在建国门 一个人住在复兴门 中心点就是祖国的超级祖国心脏天安门 这是我们以前在长安街的生活经验 壁画创作也是我近些年一直在进行的艺术探索 绘画这个非常古老的艺术形式在它最初诞生的时候 它的承载体就是洞穴的岩壁 以及一些宗教绘画教堂敦煌壁画的一些石窟 我把我们现在的展墙当成一个洞穴里的墙壁 向这种古老的绘画这种艺术形式致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